任我行到死也没想到 他的好女婿林胡冲 最后竟和林平之住到一块 任我行是孝傲时代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天赋修为都是非同小可 其人虽狂妄专横 但却是粗中有戏 因此任我行虽然被东方不败 篡夺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 不过任我行忍辱负重多年 最后还是联手向问天 林胡冲等人击杀了东方不败 重夺教主之位 教主之位势而复得 让任我行变得更加敏感多疑 他大肆屠杀东方不败的救部 此外任我行也更加野心勃勃 他招兵买马妄想一捅江湖 很快就制定了攻打五岳剑派的周祥计划 让读者们始料未及的是 任我行这么一位全谋诈术之身 武功之卓绝的萧雄 竟在攻打华山派的时候 从朝阳风失足跌落而死 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孝傲江湖的男一号 林胡冲的结局同样让人意想不到 林胡冲潇洒不羁 机缘巧合之下 练成了风轻扬传授的独孤九剑 就此跻身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但随着林平之败入华山 林胡冲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林平之俊美年轻 很快就和月灵山打成了一片 林胡冲则不断遭遇月不群的猜忌 最终被逐出了华山 上天给林胡冲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又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林胡冲巧遇了日月神教的圣姑任盈盈 二人共闯江湖 历经了诸多磨难 在协助任我行击败东方不败后 林胡冲和任盈盈都厌倦了江湖的打打杀杀 加之任我行逼破林胡冲攻打五岳剑派 这让崇尚自由爱好和平的林胡冲更为反感 在故事的末尾 林胡冲带着任盈盈激流涌退 二人来到了梅庄隐居 过起了闲云野鹤的快乐生活 不过 林胡冲还将小师妹月灵山的遗言记得一牵二处 原来月不群处心积虑想得到林家的辟邪剑谱 林平之岂会看不出来 林平之忍辱负重之下取了月灵山为妻 也算是将月灵山当作挡剑派 随着林平之将辟邪剑法炼成 他如愿以偿地击杀了木高峰和于沧海 替父母报了血海深仇 然而林平之的一双眼睛也被木高峰毒下 饶是如此 月灵山仍对林平之不离不弃 遗憾的是 或许是出于对灵狐冲的极度 或许是因为月不群太过于毒辣 林平之迁怒于月灵山 只见林平之竟冷不丁地朝月灵山刺出致命一击 然后头也不回地投靠了松山派的左冷禅 尽管死在林平之的剑下 可月灵山仍在林中前 要求林狐冲好好照顾小林子 书中是这么写的 月灵山对林狐冲说道 他 他不是存心杀我的 只不过 只不过一时失手罢了 大师哥 我求求你 求求你照顾他 林狐冲和月灵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小师妹的一言他怎能不听 于是林狐冲含泪答应了月灵山 月灵山就此死在了林狐冲的怀里 林狐冲后来和任盈盈结为了夫妻 二人又退出了江湖 还该如何好好照顾林平之 尽管金庸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结合原著的设定 我们依旧能窥见蛛丝马迹 前面提到 林狐冲和任盈盈藏在梅庄隐区 这里风景如画 远离了江湖的世事非非 而林狐冲闲暇之时 不但可以喝点小酒 还可以和任盈盈时不时来一曲情消合奏 更让人拍案叫觉得 还在于梅庄的独特构造 当年东方不败将任我行求 进于西湖湖底的牢房之中 牢房就藏于梅庄的地表之下 林平之双眼已下 但他的辟邪剑法仍是非同小可 于是将林平之安置在梅庄下方的水牢里 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样一来 不仅能限制林平之 避免让黑化入魔的他 在江湖里为非作歹 还能让林狐冲照顾好林平之的下半辈子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梅庄上是一对如胶似气的夫妻 梅庄下则是一座阴暗潮湿的水牢 水牢里观着一位身怀绝世武功的瞎子 瞎子躺卧之处 正是任我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这恐怕是任我行到死都没想到之事